老板 等您救您这个女孩 打到了 她叫安景象 今年24岁 她现在在哪 安排我跟她见面 我要娶她 当乔太太 她那个 她现在 是女孩 林香回来了呀 对了 还没有给你介绍 这是玉鸣的女朋友 景夏 大哥 我敬你一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谭月 过来接我 我被人下药了 乔总 你没事吧 碰我 你疯了 我是你弟弟的女朋友 安景夏 你为什么要忘了我 你说过要嫁给我的 你 啊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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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啊 过了今天 我就是乔林萧唯一女人 怎么是你 乔总 你 小姐 不出意外的话 乔总这几天就会醒来 真的吗 太好了 辛苦你了医生 不客气 总算要醒了 也不枉我苦等了你半年 只要乔林萧一喜 乔太太的位置 非我莫属 林萧 你终于醒了 林萧 你都躺了大半年了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担心你 那天晚上的事 我知道是个意外 我都是自愿的 不用你负责了 叫谭云接了 好 你是说 现在外面的人都以为 那晚跟我在一起的人是安心 而锦夏 因为下药被送进了监狱 没错 出了货 这分明是栽赃陷害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晚跟我在一起的人是锦夏 什么 乔总 我立刻派人把锦夏小姐救出来 等等 当年下药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简简单单一个催情药不会让我昏迷半年 这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推手 那您的意思是 既然她这么喜欢冒充别人 那正好顺水推舟 拿她当挡箭牌 让我所有的仇家 都以为我喜欢的是安心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嗯 小总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以给安心小姐捐身的名义 给锦夏小姐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 安排我跟她见面 是 不过锦夏小姐 并不知道您昏迷半年的事情 还误会是您把她送进了监狱 也好 她越恨我 外面的人就越不会怀疑 安小姐 只要您同意给安心小姐捐身 乔总就会出去谅解书 您可以免除剩下的牢狱之灾 并且您可以提更多其他的要求 我没有给乔林香下药 我要见她 我要见她 林香是不会见你的 妹妹 你还不知道吧 我现在 已经是林香的女朋友了 说起来还多亏了你呢 要不是你给她下药 我们也不会在一起 我说什么 那晚 那晚明明是我 没人会信的 林香说了 她要让你 老你坐穿 小林香 安心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她 安小姐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我爱一套海景别墅 你俩要卖巴赫 一张上线五百万的付卡 还有 还有什么 我还想要 你不是安心的男朋友吗 我要你娶我 不过你放心 我只要六个月的契约回应 说说这是哪个年份的酒 说对了 酒给你 乔总 我需要 我需要 你 82年 我耳朵 成交 乔总爽快 那我们明天 明正再见 祝你红酒明昂杀灵雾 你个野种 你竟然还敢回来 你谁不知道 你和你那个不知简点的妈 早都被赶住了安家 那你女儿安心的命 是不要了吗 她那个身要是再不惯的话 就活不过万年了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安家人 安家就教你这么没有教养吗 你以为我想当你安家的女儿 想拿我的圣旧安心的命 不要东西呢 你想要护口本是吧 变了 我这次出来 除了旧安心那条贱命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你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贱丫头 跟她那个死鬼妈一样 满脑子的坏主意 不知道这次 又玩什么鬼把戏 这都不重要 眼下最要紧的 是给安心换肾救命 才是头等大使 是 幸好 有乔总出面 逼她换肾 当年 留着小丫头一条贱命 不就是留着今天吗 真期待你们发现 我抢了安心 为婚夫后的表情 从今天开始 未来六个月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过你放心 除了我约定的东西 我不会带走你一分一毫的 你终于醒了 刚好有人把你推水里了 我等他们走了 我才敢把你拨上来的 我给夏寒 你醒过来了 你胆子是真的 什么人都感觉 谢都不说一声 什么人呢 安静下 有没有人说过 你的胆子很大 其实 我的胆子还可以更大 乔总想要体验一下吗 你放心 我不会玩 赏红总裁带酒跑那一套的 我还有事 你先走了 安静下 如果不是你 我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可惜 你没记住 等我弄清楚半年前的真相 我一定会给一个盛大的婚礼 我拜托你的事 怎么样了 没问题 第一笔五百万 马上到这 我实在不理解 你为了建这个孤儿院 甚至不惜惹上乔林星 他可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的狠人 你到底图什么 我不会忘记怎么建的监狱 更不会忘记我失去的孩子 我图什么 安静不是说过吗 当小三都不得好死 他要是知道自己当了小三 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帮你到底对不对 但你答应我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放心 安心姐 祝你早日康复 你来干什么 把你的东西拿走 也对 这么好看的花 只有一样好看的人才配得上呢 你嘛 确实还差这么一点点 锦夏 我没有不喜欢的意思 你千万别误会 也别拿花撒起啊 林香 锦夏来看我还带了花 可是我手没力气 锦夏就以为我不喜欢 林香 你能帮我捡起来吗 安锦夏 你只需按约定办事 没必要来看安心 约定 林香 你们有什么约定啊 安心姐 我跟乔总呢 我 跟我出去 跟我出去 真是狐狸精生处的小红妹子 跟你妈一样下贱 安心香 你要是敢把厨医 打到林香身上 我一定弄死 你刚想说什么 当然 是我们已经结婚的喜讯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不告诉我 丈夫的心上人呢 而且 他呢 还是我的姐姐 你终于撬了 他喜欢的男人 觉得很开心 这要撬的 不是他喜欢的男人 我怎么能开心的起来呢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盯上我镜像 少废话 马上要捐身了 跟我去做检查 乔总 在捐身之前呢 我有一家非常想出的店 麻烦乔总带我去吃 这是要求 不是请求 我想乔总 应该明白的 这是你男朋友 长得很帅 他可不是我男朋友 他是 我老公 我在里面的时候 做梦都想吃这个 你是去坐牢 又不是打仗 怎么会没饭吃呢 我明明有托人照顾他 我就是去打了一场半年的仗 还是残胜的那种 再说了 是乔总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 你尝尝 我是送你去坐牢 又不是自己去 我怎么会知道 再说了 我告诉你 这种垃圾食品 我不会吃 我每次在这 我就说好吃吧 并没有 我这好了 买单吧 你吃饭有我买单 你不是也吃了吗 我就吃了一口 还是你逼我吃的 你说我老公 你不买是吗 老板 结账 我老公付钱 哦 对了 这家店呢 只收现金的 谭秘书 过来给我接个电 安静下 我警告你 把你那点狐狈心思收起来 林肖是我的 真好笑 是法律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 全北城的人都知道 我才是林肖的女朋友 还是说 你想像你那个 不要脸的妈一样 在死前把脸都丢尽了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替我妈 你不知道 你心心念念的林肖 昨晚上是有多疯狂 她还说 要跟我生孩子呢 谢谢 不要脸 她说我基因好 长得漂亮 最重要的是 我身体健康呀 我还能上一个足球队呢 一定是你够赢她的 我不会放过你 她 理解孩子 可更在乎乔林肖 难道 买通监狱 打掉我孩子的人 不是的 安心姐 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回头呢 我邀请你 来看我们孩子的足球比赛呀 你不在医院 过来干什么 听谭秘书说 乔总身体金贵 因为吃了小吃店的东西呢 我一直不舒服 但是我看你也没什么事 乔总 你该不会是装的吧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医院了 要记得吃 站住 我请你吃的饭 那是不是 该回报我点什么 现在 必须我是等我 乔总 你确定 要带并分站吗 你也可以选择 就在这 谢谢 大可不必 去洗澡 我不喜欢脏男人的 去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请稍 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孤儿院的事情搞定了 没错 我一直呢 虽然选择在了偏僻的地段 但甚至啊 价格实惠 环境好 给你看 你给我的钱 已经全部投入工程了 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宝宝 妈妈要给你建一个梦想中的家 虽然你没机会看到了 但是会有很多失去家庭的小朋友 替你住进去 对了 安家和那个姓乔的 最近有没有欺负你啊 你看我 容光焕发的 而且我每天都疯得很健康 我像是受欺负的人吗 你要是被欺负了 可千万告诉我听到没 还是我们家云云总的心疼人 但是你说 我应该用什么办法 让乔林骁再掏一大笔钱 才五百万 肯定不够的 安静下 我劝你别作死啊 乔林骁那种人 可不是你能惹的 你怕什么 再说了 我要是作死 我有妖子 我怕他 老板 您最近给太太开的账户 有大额资金有出 您看 要不要甘愿一下了 他能需要花什么钱 搞清楚安检下 名下钱款的去项 是 还有 我要知道 他在监狱中 到底遭遇过什么事情 好 等一下 他现在人在哪里 太太应该和朋友在一起 朋友 对 男的女的 在家里怎么不见你这么开心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 没把我错误好咯 你要干嘛 啊 圆圆 你要不就先回去吧 接下来呢 是我们夫妻二人世界了 小总来找我 有何贵干 安静下 五百万 你说呢 这给我的就是我的 我想怎么花怎么花 再说了 我又不会拔花你的钱 我是有东西 给你交换的 带上 我五百万就换了个 这不锈钢的吗 胡说 这明明是银的 老板什么时候说过这东西啊 巧言善变的女人 小总 这是准性啊 这么好说话 你不是总觉得我欠你的吗 你就当我是在还债吧 这个 戴上戒指呢 才算真仔细 你说是吧 小总 安静下 委屈你才能当 早晚明天 我会其实给你戴上真正的 小狗 要跟我回家吗 安静下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打咬子之前呢 是不能剧烈运动的 还是说 你是一只会随便发情的公狗 安静下 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这明天呢 有个慈善晚宴 我看上了一件拍片 你帮我买下来吧 安静下 你以为你是谁 让我跟在你身后为你买的 巧总 人不倒也行啊 钱倒就行了 我的钱 也不是那么好花 就准我长了一个 跟你拼头相比配的妖子 我就花点巧总的钱 巧总不会心疼吧 不好意思啊 巧总 这今天晚上呢 就辛苦你自己解决了 哎 没心没肺的女人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安静 新的一件拍片 开始拍摆 一百万 两百万 两百五十万 九百万 小总 拜托了 人是你安排的 就为了 我的天 安静下 你很聪明 但是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 为你算计 是什么 让你如此有恃无恐地作死 巧总 我胆子大 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 只要 你帮我拍下这件拍笔 今晚 我就心甘情愿地陪你 你觉得怎么样 还有没有人加价 五千万 你签试有多少手啊 老公 谢谢你 你这个便宜老公 大方的过分了 五千万 说话就话 这次别说 时间过远了 后期的运用费用也不愁了 他付出的代价 只是一点钱而已 五千万 还远远不够 乔林霄到底干了什么 人生共分的事 还有景下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建设一个孤儿院啊 半年前 我入狱之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的孩子 我求你们了 要钱还是干活 我们都可以商量的 但是不要打我 我怀孕了 这个贱人 靠着这张脸 在外面勾三搭四 竟然还怀了孽种 可惜啊 孽种就是孽种 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实话告诉你 外面有人 尿你和你的孽种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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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为我那个可怜的孩子 祝福 宝宝 妈妈会为你报仇的 无论孩子 你那是安家人 还是乔林嫂 妈妈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老板 看看这张褒 有种私人调查报告 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监狱的事情比较复杂 还需要一段时间 安静夏 你是不是最近缺德事做多了 心里虚 虽然开始做慈善了 但是你好事归做好事 用我的钱来做 是怎么回事 你调查我呀 你到底为什么接孤儿院 你真想知道 那我说了 你就会信吗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信不信 你要是信我的话 当时就不会让我做了 就当我是为了积德赎罪 当时我没有钱呀 你是我老公 当然只能花你的啦 好 那我倒要看看 你为了钱 能做到什么地步 我告诉你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后悔 我马上就能把安心 那个贱人的男人睡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警告你 不要再勾引我的事 我提他 怎么了 我觉得恶心 徐医生 我跟你说的事 怎么样 都听清楚了 我会在手术室 飞到你的身 让射击一只手术室吧 很好 这卡里呢 有定金四十万 等手术失败以后 我再把六十万尾款打给你 安心 老娘的妖子 就算搁下来为乔林笑 也不会给你这个贱人 诶 他没说 有件事情 必须告诉乔总一下 安锦夏 你这个贱人 安心啊 你当年不是动作挺快的吗 那么快就顶替我爬上了乔林笑的窗 这次 怎么现在才发现呢 我对你很失望的 安锦夏 我警告你 再敢接近林笑 我要你不得好死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 你的肾还在我身上 你要是不想死在手术台上 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别到处喷粪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狐狸精 我迟早会让你认清现实 林笑的心里 只有我 而你只是一个小三罢了 你的肾 至少是我的 安心啊 我给你准备的大理 才刚开始呢 乔总 是许医生 姐 喂 小明星 有件事必须告诉乔总 安锦夏小姐让我手术室 把她的肾腿上 让医生手术失败 安锦夏 不会是你 小总 你怎么 安锦夏 你宁愿把身废掉 也不给安心 小总 你这在说什么话呢 这大白天的 你怎么就开始说梦话了呀 不承认是吧 那这是什么 这不是我的银行卡吗 怎么在你这儿呀 行了 别装了 徐医生是我的人 安锦夏 我警告你 你的这根肾腎 捐不捐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看好 手术之前 不允许见任何人 胆大抱贴了女人 你就作死吧 谁让我欠你的 徐医生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马上就要麻醉了 有什么事 下了手术台再说吧 别啊 徐医生 乔林乡给你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双倍的 这件事情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唯独姓乔都不知 你看多好呀 抱歉啊 小姐 乔总 我可惹气 乔林乡你得罪不起 我你就得罪得了了 你知不知道 我是乔林乡的 别别别 徐医生 三倍 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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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林乡你这个狗东西 我一定不会放 唉 乔总的要求也太高了 幸亏我三十秒 天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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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还不知道具体原因 正在做什么 出的游所快有危险 等一下 乔总 乔总 安静小姐要见你 告诉他 我没空 他说如果您不去见他的话 他就不见手术室 那就告诉他 如果他不想要安静下的肾 后悔还来得及 乔总 有屁快放 你明明给安静小姐安排了合适的肾 为什么还要向胡太太 去决胜 你就不过 谁让他这么不安分 还想收买医生 这不得给他个教训 我是怕你到时候玩砸了 都为地方哭去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现在就去见安静 进手出事 滚 安静下 我知道你受了许多委屈 吃了很多苦 但我有一生的时间 慢慢还我欠你的 疼死了 心巧的给我叫进来 老娘要的好看 安静下 你是割了腰子 不是割了脑子 狗男人 你来得倒挺快 你现在是病人 我不跟你计较 死东西 你要装申请那一套 你去找你的安心 安静下 你 徐医生 我只需要你在他腰上 轻轻滑一刀 他总像割了脑子一样 失智了 乔总 全麻后 病人大脑功能的恢复 需要一段时间 安小姐现在的状态 就像喝醉了 原来是脑残了 我忍 安静下 谢谢你给我捐的肾 安心 刚做完手术 就跑过来查理查气的 也不觉得累啊 有了你捐的肾呢 精神确实好多了 我都能来看你了 可你躺在病床上 喘得像只狗一样 安静下 你最好直接死在病床上 把你剩下的那颗肾 也捐给我 多好啊 安心 你欠我的 我迟早会一笔一笔的要回来 乔林萧 你狗当多了 不会做人了是吧 那身为乔太太的你 又是什么 开始学习补脑了 来得及吗 哎 这不是拜乔总所赐吗 我也只能身残之间 这毕竟 孤儿院的项目 需要我挣钱呢 哎 前些日子给你那五千万 还不够你花 哎呀 这么大个项目呢 我真一想到还要赚这么多钱 老公 我的伤口就更疼了 还能想着要钱 看来是好 我这不是怕打扰 我的丈夫赔小三吗 所以说就算是有事 我也只能说没事了 乔总 我贴心吗 既然你知道是我妻子 那以后做什么事 都提前和我报呗 那我是不是以后放个屁 不要提前向你报呗 安静下 你别太过分 作为你乔总的老婆 我要是不失宠而交一点 都对不起你乔总的身份的 嗯 林湘 你今天为什么不来看我 是不是因为我用了几下的肾 你是我的气了是不是 别和思乱想 我今天有事 林湘 我知道自己很黏人 可是我想见你 我这就过来 一割了我的身 转头就跟安心一吻 你们可真是婊子配狗 小林湘 如果真的是你 为了安心杀了我的孩子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安小姐 各项数据都很正常 既然你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林湘 可是我还是觉得好不舒服 今天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安心 别闹了 这么快就把情人哄好了 这晚上没把你留下来过夜 看来这勾人的技术不到位啊 没心没肺的女人 我是怕你一个人死在这里 给医院添堵 割了我的肾 现在又跑过来装好人 你什么品种的狗啊 你怎么能装 我今天非得拔你 怎么回事 我怎么 一点都不疼啊 你没有干我腰子啊 胡吃点亏 你这个女人永远不长记性 以后还敢做这么不要命的事吗 乔总 你这么煞费苦心 你该不会是 爱上我了吧 你还没睡着 就开始做梦了 那当然 要是安心知道这件事 哎 打住 别把你没隔身的事 告诉安心 这难得为老铺做点好事 怎么了 怕小三吃醋啊 不是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这不告诉他呢 也不是不行 但是乔总 我有一个条件 是不是 要给公儿院捐款 知录我者 乔总也 我要是能更早的筹到钱的话 我这个伤口 是会好得更快一点的 行 要多少 单几下 躺在床上等死的感觉 爽吗 一般般吧 还是跟你的男人 再急的时候更爽一点 就算你这个贱人 再怎么折腾 林霄他还不是把你的肾给了我 是啊 心姐 你现在是一个正常人了 而我呢 只是一个被迫 割了肾的小可怜二天 所以我只能在林霄的华豹里求安慰了 林霄呢 他现在可心等我了 这么看来 我比你更有可能成为韭菜 是你这个贱货 凭什么都求他他 你就等着你那个心心念念林霄 好 女儿 你怎么了 你这刚做了换身的手术 你可不能激动呀 妈 林霄他心疼安静下被割了肾 他怎么可以心疼别的女人 怎么可能 他要是真心疼安静下 就不可能让你用他的肾了 不行 我要问问林霄 他别什么这么对我 躺一躺 欣欣 你以后那可是要做乔太太的人 你可不能冲动啊 乔家在北城 那可是手去一指的那家族 安小葡萄的女人 数不胜数 你可不能让林霄不开心呢 对呀 欣欣 男人哪有不本货的 为了安家 还是要忍一忍 少人查出安静下 出狱以后的所有心疏 安静下 你的事和你的命 全部都一样 行行行 我们这就去安排 你好好休息啊 快走 我不走 五十万 给我毁了安静下的脸 看他还怎么够人 今晚就动手 说 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究竟是谁 我也不知道 那个男的指的姓乔 是乔林霄 还是乔家其他的人 我要想办法进入乔市 才有机会查出真相 人长得可真好看 可惜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想回我容 说 是谁派你来的 疼疼疼 疼 对不起小小姐 是我们保护不灵 我们马上通知乔总 好好学习 是 拜拜 说到现报 乔一鸣少爷 和顾夫人即将回国了 不过是个私生子 也配成夫人 少爷 对不起乔总 是我失言了 半年前 安静下还是乔一鸣的女朋友 有人想制造我跟安静下乱伦的丑闻 以此 把我提出乔家继承人的位置 却不想 毕业过后我房间里的人 从安静下变成了安心 安静下 变成了下药的凶手 乔总 刚查到了线索 那天晚上 我们中的确实不止是最新药 还有毒 可然 乔一鸣回来了 现在 人也聚齐了 这出息 得好好唱下去 安静下这些年受的苦 我要他们双倍奉还 喂 什么 很紧细小姐 雨洗了 乔总 这等您来了 我都要升天了 别说那些不吉利的 好啊 那我们就说一个吉利的好消息 这人呢 我已经抓到了 并且供出了幕后主使 就是安心 乔总 我来处理 把人带走 你还真是安安心呢 这件事 我之后会还你一个公道 公道 那可是你的心上人 你舍得呀 我们还是来谈谈交换条件好了 这件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 我要去乔氏上班 我们乔氏集团的员工 最低也是研究生学历 你 哎呀 乔总 那你就为你高中学历的乔太太 开高后门吧 好 半年了 乔家我总算回来了 妈 你这么着急 喊我回来干嘛 你这是干嘛 玉米 没时间了 快跟妈走 我们去国外 不行 我不走 现在都说锦夏给大哥和安心下药 导致大哥吐血 安心身病发作 锦夏到现在还在看守所 我要去救他 别管安锦夏了 其实那药 是我做的 安锦夏就是替死鬼 我们没时间了 我们先去国外 那位风头在说 妈 锦夏是我的女朋友 玉米 你放心 妈手里还有杀手锦没事 迟早有一天 我会帮你摆脱私生子这个身份 把乔家再夺回来 到时候 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乔家 什么是我儿子的 玉米 今天是我们回国的大好日子 你搭了个脸干什么 我一声不吭都走了半年 锦夏一定会怪我的 以后别再提这个女人了 还有 乔林小军中毒的事情已经过去 回去以后 千万别让他们察觉我们知道此事 记住了吗 乔林小军没干你腰子啊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管他什么意思 反正送我进监狱的人是他 而且他也是最有可能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你说的对 保不准啊 他就是安心和你都想要 我先走了 一会儿见 半个月不见 你心心念念的林小 可是经常来病房看 贱人 上次算你走运 你别高兴得太早 半年前 我能让林小把你送进监狱 半年后 我就能要了你的命 林小 林小 好巧啊 我跟锦夏同一天出院 你看锦夏恢复得多好 都能自己走路了 不像我 还得麻烦你来接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你也会很快好起来的 安心姐 现在不流行喝绿茶了 姐夫 你要是想我的话 我们经常联系哦 林小 别多想 走吧 安锦夏 当我拿到你的把柄的时候 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乔总 昨天陪情人 今天看老婆 会不会太辛苦了 少胡扯 今天上午 跟我去公司报到 这么快就可以去了 就一个职位 你以为要安排多久 赶紧准备准备 别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 林小 您哪位啊 对不起 锦夏 半年前我是迫不得已的 这次回来 我是想 你想什么想 想屁吃啊 锦夏 我回来了 我带你远走高飞 我们去国外重新开始好不好 如果是半年前 我会毫不犹豫的跟你走 但是现在 我妈死了 你消失了 我被你哥送进监狱 做了半年老 乔玉明 你根本就不配 再出现在我面前 你干什么 锦夏 你在干什么 大哥 你怎么会从锦夏家里出来 你哥怎么会从我家里出来 这以后呀 你要叫我一声大嫂吗 不行 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 报复你 乔玉明 你想的太多了 这乔氏集团总裁的床 全北城的女人都想爬的 你拿什么跟我劳工饼 锦夏 你不要这样 我们谈谈好不好 你们兄弟很久没见了吧 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铃香 别让我当后走 你既然出国了 那为什么还滚 大哥 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成全我们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他 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半年前你抛下他的时候 可没那么深情 有一句话我替他和你说 迟来的深情 比草菅 我没有 半年前我是被逼的 又是被顾南烟逼的 那好 我让你在安静夏 和你妈过南烟之间选一个 你选谁 大哥 你这样让我怎么选得出来 你看 你还是不够深情 哎呦 乔总 跟弟弟久别重逢 怎么不见得你高兴啊 你爸在外头找小三 你会喜欢小三生的孩子吗 倒是你 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人气了 就别再招惹别的男人 老板真是的 吃醋又吃醋啊 谁知道你们乔家男人 有什么臭毛病啊 非要往我身上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事情 乔总不是再清楚不过 我去 老板还做过这种事 我什么都没听到 这么说 他如果来找你 你也不会拒绝 我会 尽量拒绝一下 尽量 韩秘书 老板 你是不是在笑 我没有 没有在笑 下车 自己走去公司 是 尽量 我倒要看看 你是尽多大的量 乔林乡 你疯了 这是在车上 乔林乡 我答应你 我不让他碰我的 行了吧 你去前面开车 要迟到吗 让一个女人开车 你还是不是男人 我没驾照 不行吗 安锦夏 在京郊买了一片地 就为了建个孤儿院 是的 安锦夏为了孤儿院 前后合资了五千万 他应该很重视这个项目 五千万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我知道了 安锦夏这个贱人 一定是他 从落林乡给他的 对了 最近 安锦夏有联系过林乡吗 乔总已经为安锦夏 办理了入职手续 应该今天就要到 乔氏集团工作了 什么 你这个高中毕业的渣子 竟然真的进了乔氏 是谁让我上了乔氏总裁的床呢 我建乔氏工作 不就是跟乔总勾勾手指的事情吗 贱人 你别太得意了 我不会让你合过的 我是让你去打印文件 不是在这里聊天 林乡 你给锦夏安排工作是好事 可他毕竟只有高中学历 没有工作经验的 如果传出去 我害怕别人说他只会判关系 你是觉得 我给他安排的职位太低 正好 秘书办有职位空缺 我可以让锦夏 做我的贴身秘书 你觉得怎么样 总裁的贴身秘书 我怕锦夏一时适应不过来 林乡 要不还是听你的 让他先在行政部历练吧 林乡 要不 你让我也到乔氏工作吧 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你好吗 好 让谭秘书给你安排吧 行政部新来的那个安锦夏 看着很不顺眼 安心 谁不知道你和乔总是两情相悦 是未来的乔太太 这乔氏集团居然还有人欺负你 你放心 这口恶气 我替你出 等我嫁给林乡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听说他只有高中学历 是靠爬床才进的乔氏 真的假的 这个新人一看就有狐媚相 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宝宝 为了查出谁是杀害你的凶手 就算再难 妈妈也会坚持下去 公司里关于你的事情都传开了 还在这装没事人一样呢 真不要脸 我跟你认识吗 听了点乌言慧语 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靠卖身上位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听说你还想勾引乔总 全北城谁不知道 我身边这位安时大小姐安心 半年来和乔总初刷入队 你算是 也可以跟人家 景夏 你来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连个听你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怎么人缘这么差呀 现在知道丢人了 爬床的时候干嘛去了 这种货色就该制止 以后呀 你干什么 当然是把你嘴里的粪冲干净了 我告诉你 学历低不代表人品差 就算我只有高中比 也比你这种满嘴喷粪的人强 你 以前我不在乎 但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安紧下 一句差路子也 谁要是再敢急急歪歪的 心里脚了谁的舌头 上班时间搞内斗 谁给你们的胆子 行政部 年底奖金 全部取消 行政部经理霍言 传播不实言论 坏坏公司风际 从今天起 降职为采购专员 林香 霍言他只是害怕 谣言影响到公司 才质问几下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 是我没有来好他 谣言指于智者 霍言 明显没能做到 哎呀 我头好晕啊 果然磕了肾的人 经不起折腾 你哪里不舒服 带你去办公室 这安小姐不是乔总女朋友吗 怎么说话还没有安全下官用 依我看啊 这乔太太的位置 指不定滑落谁家的 都给我撕嘴 顾南烟母子回来了 安氏姐妹 也都到乔氏上班了 这戏啊 又可以唱了 恭喜您 离得到乔奖 又进了一天 半年前 乔灵霄 对安锦夏有意 于是我暗中帮助顾南烟 让乔灵霄睡了安静下 乔氏 既成人过量服用助心跳 女弟妹 乔轮轮致死 多有趣的新闻啊 只可惜我们借到乔轮致死 我们借刀杀人的计划 没能一次把乔灵霄拉向麻 是顾南烟 他们母子俩过于废 现在 乔灵霄把安锦夏捞出来 他结婚 又把安锦夏的圣 给了安息 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啊 这安氏姐妹 到底哪一个 才是乔灵霄的软肋呢 不管乔灵霄喜欢哪个女人 我们迟早能查清 抓住她的软肋 老子想 最好 您一定能得到求家 刚上班就闹这么大动静 安锦夏 你真行 他们拿屎往我嘴里塞 我还非得咽进去吗 你怎么跟老板说话呢 我是让你低调行事 不是让你忍气吞声 那我还是老板的女人呢 我不硬刚 不都对不起你吗 再说了 我是你老婆 他们看不起我 不就是这里你的眼光吗 安嘴崴里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安锦夏这个狐狸精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就只请一夜情退 想喝咖啡啊 我好伤心啊 乔玉明 我们不是说好 当作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晚大哥跟安锦夏 也上了床 你去骗大哥说 跟他上床的是你 你让我当作无事发生 自己去得偿所愿 安心 你打了一手好算吗 小玉明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当然是 我大哥睡了他 我睡你 很公平 我说你怎么突然转了心 安锦夏 给你戴了绿帽子 你想抱着他 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们合作吧 好 怎么合作 首先 我会尽快把安锦夏 踢出乔石集团 听说他要在京郊 盖一座孤儿院 我们可以从孤儿院下手 安锦夏要建孤儿院 难道跟他当年 拐的那个孽种有关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你们两个认识 你们两个认识 哪里来的狐臭 我要先走了 又发什么疯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听说你来乔石上班了 就想来这附近找找你 结果没找到你 都是碰到了安锡 我也只能向他 打听一下你的消息 锦夏 半年前 半年前是我妈 逼着我离开的 不是我自己要走 你妈那么有能耐 能逼你迈开腿 还能逼你上飞机 好 我承认当年是我太软弱 可你为什么非得选择我大哥 你大哥 他比你厉害 哪个女人不喜欢 我大哥专横霸道 你跟着他绝对落不着好 我不跟他难道跟你啊 乔灵霄他是乔家正经继承人 而你 你妈妈过难掩饰什么身份 你自己应该清楚啊 好 安锡夏 既然你变成了这样 那就别怪我心狠 孤儿院的模型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不错 多亏了乔总的超能力 孤儿院的建设 才能跟做上火箭一样 乔总 我没有你 是真的不行的 少打人情盘 下午去见了乔玉明 晚上跟我说这些 安锦夏 你到底有几张嘴 乔总 难道不知道吗 接下来我要对安锦夏出手 需要你帮助我 可是 我都已经被降职了 宋宝 他一个高中毕业的贱人 能有多大能耐 安锦夏 你很快就要滚出桥石了 林萧暂时喜欢上你又如何 乔太太 只能是我 果然跟乔家有关 我也不知道那男的是谁 他每次来都戴着口罩和帽子 也没有留下手机电话号码 而且每次给我们的报酬都是现金 哦对了 他给我们的时候用了这个纸袋子 我觉得挺好看就留下了 上面有一个乔子 我就叫他乔先生 他也没有反驳我 小事 你哪个胖胖的 在这干嘛呢 我是行政部新来的采购专员 我们老大让我来确认一下以往采购信息 逃完了赶紧走 都去丢了算谁的 好的 这数据怎么都多了一个零啊 能接触到采购数据的只有你们俩 现在因为你们犯了这种低级错误 让乔氏白白损失了一千万 我 我 我在公司待了五年了 不可能没经验 并且上周三提交完采购方案 我早早就下班了 所以 不可能是我 那 就是你了 自己没本事 竟想着潘灵霄的关系 现在出了差错 还不敢承担责任 既然知道我是乔灵霄的关系货 除了师不尚赶着填我 还敢冒点甩锅呀 安静夏 要不然说你学历低呢 灵霄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你觉得 还会为了你这么一个高中毕业的蠢货 去承担一千万的损失 我已经通知灵霄过来了 你 注定是要被推出来背锅的气子 哦 是吗 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乔灵霄还是选择一千万呢 还是高中毕业的我呢 异象天开 灵霄是北城乔家继承人 乔氏集团总裁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 而你充其量只是灵霄打发时间的玩物 看着吧 灵霄马上就会把你赶出乔氏集团 到时候你飞上枝头的白日梦就该结束了 你们行政部是又学会不安上了 灵霄我刚刚都问清楚了 这件事是因为锦夏 当时锦夏毕竟只有高中学历 犯这种低级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也不想的 你不要怪他了 白白让我损失了一千万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小总 我是被冤枉了呀 你这么大公司 一定会还自己的员工 一个公道的 你说是不是 哦 那你说说 你是怎么被冤枉的 灵霄 锦夏现在是重点怀疑对象 怕只会狡辩 我有什么好说的 我当然是被 他们合计回来搞了 既然各执一词 谈秘书 去查监控 看一看 背后到底是谁在动手机 这 这就去安排 等一下 灵霄 你一定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 拿证据说话 简单明了 还是说 你有什么顾虑 我无所谓 那你呢 我自然是为了几下考虑了 还不快去 是 幸好 我早有准备 灵霄 你刚刚的做法看似公正 实际上就是在偏袒几下 你一向都是秉公办事的 可自从他来了乔氏 一切都变了 再这样下去 我怕你在乔氏会失了人心 哦 我偏袒你妹妹 你不乐意吗 我 我当然希望你为解下考虑了 但我更希望你能当好乔氏的掌权人 真是一出好戏 安心姐 你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乔林消化清界限 这样一来监控都不用查了 我说的对吗 景夏 你想多了 老板 监控室的电脑硬盘突然受损 只能查到上周三下班后半小时的数据 上面显示 火焰比安景夏早下班 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 删几下 这下证据确凿 真的闹得太难看了 景夏 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 你认真承认 等离开了乔氏 我让爸爸再给你找一份工作 我说了 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你怎么这么明文不灵啊 安心小姐 我有说完吗 虽然说监控硬盘坏了 但是数据 只实时上传到云端呢 也就是说监控 是有备份的 上面显示 安景夏小姐离开之后 有一个人偷偷溜进了办公室 对电脑 动了手脚 监控有备份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 绝对不能让林香发现 是我弄的手法 这 这不是霍言吗 霍言 我这么相信你的为人 为了你 我还冤枉了自己的妹妹 视频里的人 怎么会是你啊 表哥 确实是我动的手脚 这林死了 还能有猪队友帮你挡枪 安心啊 我对你的认知 又刷新了吗 几下 我也是为了乔氏 才一时误会了你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吧 阿雷 我都说了 我经不起折腾的 乔总 我剩下的那颗肾好疼啊 真的很疼 等下去找医生看看 我很期待 当你知道你心爱的林香 根本没有割我的身之后 你会不会气死 谭秘书 行政部获言 做开除处理 你将来身体一直不好 想必也需要休息 要不然 先回家两三天 不 林香 我要待在你身边 我身体可以的 谭秘小姐 你送我来吧 肾疼 真的很疼 以后给我收敛点 既然你都知道了 还愿意陪我演戏 看来 你是真的很爱我吧 少废话 安心现在还有用 也总是招惹她 难道她只是在利用安心 那她真正在意的人是谁 哦 我偏谈你妹妹 你不乐意吗 乔林香让安心离开 却让我留下 这似乎 确实偏谈 在想什么呢 在我身边 得专心一点 老板 安心小姐和货元小姐的一只手 已经办好了 嗯 拿过来吧 谭秘书 刚刚那个纸袋 乔总一直在用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事 你先去忙吧 嗯 乔林香 害死我孩子的人 难道真的是你 这是金娇那片土地的全部审批手续 突然让我把这个拿给你 是出了什么事吗 安心最近不安生 我担心他会度孤儿院下手 所以提前做个准备 我回去以后会把你盯紧的 放心吧 万一 孤儿院出现了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务必通知乔林香 乔林香之前是帮过你几次 可是这次对面是安心 你确定还会帮你吗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安心 我们只能赌一把了 安心的手段还是不够高明 太蠢了 安心似乎要在安锦下建孤儿院的那块地上 做文章 那块地是永胜集团的吧 你暗地里使劲 推安心一把 还是要棋风对手 让我的好侄后院棋火 咱们才好做其他的事啊 是 杜总 感谢你把京郊土地的使用权给到我们 等我当上了乔太太 后续的合作少不了你的 啊 奇怪 之前传言永胜集团比较难搞 没想到这次倒是挺好说话的 那当然是看我的面子了 安锦下没有地 我看你拿什么建国而言 这死无要你跪地求着 老板 根据线报 安心最近和乔一鸣接触平凡 当年的下药时间 肯定是顾南叶母子主导的 好 顺着这条线索 往下查 请下 孤儿院出事了 土地开发商要把土地使用权转让 现在要强行拆除孤儿院 怎么回事 见孤儿院之前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 不管了 我先去开发商办公室看看情况 你去孤儿院守着 要是一个小时之后 我还没有给你打电话 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 把桥林萧叫来 好 杜总 当时我们是按照正规程序走的 材料全部送到土地管理局备案了 你们现在突然变更土地所有权 这不合规定吧 你这打文件 真是不一件 谁知道 你是不是我的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我们法院见 这位小姐 我们集团的土地使用权 已经交给了安心小姐 您还是请回吧 原来 是你们俩搞的鬼 好 我们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走的 一切以土地使用权的元件 在谁手里为准 至于单方面 跟您撕毁协议的赔款 我愿意赔偿你两万块钱 你打发叫花子呢 安心啊 这个不会是你新找的老片头吧 从小林霄到这个老东西 你口味跨头挺大呀 贱人话多 我告诉你 我已经和杜总重新签订了合作协议 等到你们的合同作废 他就会把土地使用元件交付给我 到时候那块地就是我们了 所以你和你的老片头狼狈为奸 先撕毁跟我的协议 再让他把那块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你 随便你怎么说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还想要你那个宝贝孤儿院的话 最好现在就跪下来求我 你把我哄高兴了 说不定我就不给你抢了呢 谢谢啊 最近过得还好吗 如果你遇到困难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能有什么困难呢 我最近过得不要太好了 谢谢啊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小姐的男人 回头看看我吧 我对你随时真爱 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送进监狱的 让你受了这么多苦的吗 知道了 大哥的心里只有爱心 连乔玉鸣那个草包都知道 我才是灵霄心肩上的人 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勾引有负之负的漂亮小丑 我告诉你 你再怎么勾引灵霄都没有用 灵霄现在肯多看你一眼 不过是图一时新鲜 他很快就会明白 我才是他的真爱 安心啊 你就为了让我跟你道个歉 这么大费独张 你跟你心心念念的灵霄可真像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很卖力的 你这个贱人 这都是你资责的 来人呢 把这给我安在地下 给我道歉 放开我 感动我乔林霄的女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小总 那个安心小姐不是您的 公安院前期在京郊投资建设时 我就跟进过 手续绝对没有问题 谭秘书 在 立刻通知法务部 搜集永生违规操作的证据 给我把永生 搞到破产 乔总 别别别 林霞 多生意讲究一团合计 你为了这个安心下 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我害怕北城商圈 他们会议论你 那我问你 你或者京郊那块地皮的 使用权的时候 用的手段 真的合法合理吗 乔总 那都是我一时鬼迷心跳 都是这个女人骗我 她说 她是您未来的乔太太 所以我就帮了道吗 林霞 安心下她到底是你什么人 你为了她能做到这种地步 既然你都这么问了 那我就向各位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乔先生呢 是我合法的丈夫 也就是说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乔太太 我们三个月前 在名正局领证了 她现在 是名副其实的乔太太 不可能 我等了你这么久 你怎么可能娶别的女人 惦记别人的丈夫 哎呀 安心姐 那你不就是小三了吗 李香 你选谁都可以 为什么是锦夏呀 这样 我就同时失去了 我最爱的男人 和我最好的妹妹 你真的害怕失去安锦夏吗 那么当初她进监狱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阻拦 当时 当时我们都被下药了呀 你别废话了 安心啊 赶紧把土地转让原件给我 李香 哎呀 老公 你这药好疼啊 怎么了 累了 还不是因为你 回家说 把安锦夏的手续原件给他 李香 老板 查到了 这次孤儿院抢地盘事件 乔一鸣也有参加 而且背后还有人帮忙 没有 夫人这些年的监狱 经常受到虐待 当初不是让人在监狱照顾他吗 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啊 锦夏刚进去的时候 就一直有人打他 所以他的身体才非常虚弱 就连他的孩子 也是在监狱里留掉的 是吗 锦夏在监狱里留过产 这个孩子是 我的 对不起 是我没能护好你和孩子 让你受那么多苦 当初派人打掉我的孩子 现在又假惺惺的过来道歉 乔林乡 你有意思吗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冷血 不然呢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我怀的是你的孩子 当时我可是乔玉明的女朋友 说不定 那个孩子是他的呢 不可能 那天晚上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明明还是 明明还是第一次 原来 你什么都知道 乔家老宅跟你在一起的 是我 原来你知道 那个药不是我下的 原来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可是你明明知道真相 你还是亲手把我送进监狱了 乔林乡 你就那么爱安心吗 我没有 你相信我 等我查清楚 我一定会还你个公道 你等我 我还能相信什么 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老板 您为什么不告诉太太 而且她当您入狱的事情 您并不是情啊 您接近安心小姐 就是为了把她当活靶子 为了模糊幕后终始的事件 先顺着乔林棉往下查 这次孤儿院事件的另一股势力 岂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幕后黑手 我不能把锦夏置于危险之下 还有 制造谣言 说我当初跟锦夏结婚 就是为了给安心换身 传得越广越好 这样 才能保证锦夏的安全 是 这几天我都听说了 锦夏她为了攀附乔家 居然以换身为条件 要求你跟她结婚 对不起 我原来一直都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 原来 你是因为我 才跟锦夏结婚的呀 我 我之前一直误会你的心意 还跟你那小脾气 还做了许多让你丢脸的事情 你一定受我气了 对不对 林香 你说句话呀 我就问你一句 乔家脑宅那晚 你是怎么重要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我 我 那晚 那晚我就是喝了乔家佣人递给我的酒 然后有点晕 我就准备休息 然后用人来点安神香 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林香 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提醒你 以后别做多余的事情 林香 秦秦 你怎么哭了 你刚才不是和林香好好的吗 林香呢 妈 安静夏那个贱人 竟然以提供声援为条件 挑战林香跟他结婚了 什么 这个贱人 他怎么改 他的事本身就是你的 这个死丫头还真有点本事 能骗得让林香跟他结婚 妈 你说什么呢 林香他爱的人是我 他是为了我才和那个贱人结婚的 就是 林香 本身就是欣欣的 再说了 安静夏那个贱人 就是一条 贵不熟的白眼狼 你还指望他能给什么好处啊 爸 我们之前对他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还要他一颗肾 绝无混合关系的可能了 秦秦 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死丫头 让他和林香离婚 去查 出事这段时间 乔家老宅 有谁买过安神香 明白 难道钥匙下在酒里 毒是下在香里的 香会容易处理 也只有我们疏忽了这一点 这次 一定要把幕后黑手揪出来 换紧下一个工头 二哥 我们这次来 除了感谢您半年前 把我们送出国之外 其实 还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忙 这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嘛 你也知道 林香一直看不上我们母子 可她现在又是乔家的家主 玉民回国都这么久了 也没个正经差事 连乔氏集团的大门 也没进去过 我们母子在北城啊 那是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 二哥 你可得帮帮我呀 这都是一家人 你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怨呢 这样吧 过几天呢 我过生日 把灵霄也叫来 我跟你们说喝说喝 你看怎么样啊 太谢谢了 瞧灵霄 乔家是我儿子 二哥 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好 顾南烟这对母子 真是蠢货一对 难怪 要让我当钞子时 乔总 乔灵霄半年前就已经开始调查乔家老院的佣人了 还有 安沈香 怕什么 有这对母子在前面顶着 再查 也查不到我呀 乔灵霄 我倒要看看 你这乔家家属的位置 还能做多久 你个贱蹄子 你给乔灵霄 灌的什么命魂套 你这哄的他 和你结婚 这我还得多谢谢你了呢 要不是安心那条贱命 需要用换圣来维持 这乔太太呀 我还当不成 想看最新热播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分享圈 专门分享最新热播短剧 每日更新十到二十步 并且是全集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关注还能领取双重福利 我现在可是乔太太 我代表的是乔家的颜面 要是我这脸上 出现了什么不该有的伤 你说 我老公会善罢干凶 你的死丫头 赶紧跟乔灵霄离婚 你没有娘家的支持 乔太太的位置 不是坐不稳的 我为什么没有娘家的支撑 你不清楚吗 我妈妈 她可在天上看着你 吉祥 爸爸是为了你好 乔灵轩现在跟你 只是一时的心血 爸爸怕你到时候伤心啊 心 我早就没有心了 再说了 现在这乔灵霄还缠着我不放 那你们让安心姐也加加油 反正我也不是非她不可 死丫头 别到时候被抛弃了 你来回来找我哭 走 乔总 您说这乔二爷邀请您 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恐怕别有用心啊 最近乔家不安稳 这鸿门宴 可不就是冲着我来的 那就去看看 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 嗯 还有 安神香查得怎么样 我们派查了乔家 近半年所有的佣人 我发现了 人这物证都保护好 还有 把安锦虾叫进来 是 过几天 我儿叔生日 我们一起去 不好意思啊 我没空 安锦虾 你这辈子都是我的 我不允许你离开 至于 我们失去的那些 我用余生去偿还 乔林小 明明你心里只有安心 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安锦虾竟然跟我大哥结婚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我一想到安锦虾那个贱人跟林小结婚了 我就想撕了他 林小还说我胡闹 最近都不理我了 阿新 看在你对我们家林小痴心一片的份上 阿姨给你这个招 怎么样 有办法 就快说 再过三天啊 就是乔家二叔的生日宴 乔二叔在乔家 那可是出了名的名事里 你要是在生日宴上找他讨公道 说不定啊 他就替你做主了 安心这个小贱体 就算你拿捏了我当年下药的把柄 还不是得被我当枪使 乔林小 你的后院马上就要起火了 到时候你要如何收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来乔家的宴会 这破宴会 你当我想来啊 是林小他求着我来的 我要是不答应 他就不停下来 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 就算你们领证了又怎么样 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谁才配做真正的乔太太 二叔 安心 这是怎么了 林小人呢 以往不都是他陪着你来参加宴会的吗 二叔 有个狐狸精一直产着林小 因为他 林小都跟我闹脾气 好久不理我了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来找你的 林小啊 他不是那种见一丝千的人 你们年轻人吵个架 这很正常嘛 这样啊 这件事呢 二叔帮你协调一下 金香 刚才安心找你说了什么 你那么爱安心 你自己去问 林小啊 听说你跟安心吵架了 趁今天这个机会 好好解释一下嘛 二叔 我们小辈之间的事 就不劳你费心了 也是啊 你们小辈之间的事情 还是应该自己解决啊 安心 跟林小好好说说啊 二叔 戏台子已经搭好了 你们可得好好唱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林小 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 才会做那些事 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安心 别闹了 林小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吉香 是你让林小 不理我的是不是 我是我不好 不该用你的事 大不了我把肾还给你 我求你了 你把林小还给我 好不好 好啊 那你就把肾拿出来 还给我吧 我 不愿意啊 那你就应该好好地 反思一下自己 怎么一个男人 都留不住了 最近那个传闻厅说了吗 靠着肾嫁进乔家 还能这么的嚣张 这个安锦夏呀 还真是个不要脸呀 锦夏 大家都知道 你是怎么嫁给林小的 我也是为你考虑啊 如果你在缠着林小 你耍心机嫁入豪门的事情 就会传遍整个北城了 一个坐过牢的女人 还会在我名声 安心姐 你不用太担心我 我会好好坐稳 乔太太的位置 锦夏 你明明知道 林小心里只有我 你为什么还要霸占着 乔太太的位置不放呢 安心啊 你那么想当乔太太 可是你的林小 她见不得会同意呢 是她求我留在她身边的 林小 她说的都是真的 安心 你先回去吧 林小 你明明说过 我才是未来的乔太太 你怎么能让我从乔家家宴上离开呢 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我难堪吗 林小 林小 我作为长辈 今天得提醒你一句 你是乔家的继承人 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非得闹成这样 让外人看我们乔家的笑话 你算哪门子 乔家长辈 竟敢将我 哎呀 大家都是一家子 都冷静冷静 林小 你一向稳重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哎 你是不是公司工作压力太大了 啊 哎 你让玉明去给你踏把手啊 兄弟同心 起立断金 那你工作也好松快松快嘛 哎 你觉得怎么样啊 最近周折唱这出戏 就是想让乔玉明进乔市 好 下周一准时来调试报道 嗯 安心啊 林小呢 从小不爱说话 但是我相信啊 他绝对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 至于他和安景夏的婚事嘛 二叔 我没关系的 只要林小心里有我 我可以一直等他 哎 安心啊 做梦也要有个限度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着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就永远别想成为乔太太 老板 安心的肾脏出现了排异反应 所以才会在宴会上涂血 你说安家人 会不会因此知道太太 并没有换身啊 安家人知道就知道了 但如果 被当年的幕后黑手发现 锦夏就是我的转蕾 后果不开始 立刻把许医生送出国 扫出一切被发现的可能性 还有 马上给安心寻找新的深渊 安心这个靶子 必须一直在 你要带我去哪 上次我在宴会上 给安心寄出了排异反应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医院 给安心换肾吧 不是 好啊 我说你在宴会上怎么没反应呢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的肾我做主啊 快开门我要下车 我只是带你去见个人 这安心都吐成这样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是真的爱他吗 我爱谁 你不知道吗 算了 男人心海底深 我爱谁谁 没心没心 谭秘书 开车 老板和太太这个样子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把你知道的 全都告诉我们就好 我叫林一 我妈是乔家的保姆 半年前 我去乔家找我妈 拍倒了一些东西 乔玉民跟安心 他们两个敬人 他们骗得我好苦 不仅如此 当年 给乔总下药的人 其实是顾南烟 怪不得 顾南烟他一向看不惯我 他一直劝我跟乔玉民分手 他是想一箭双雕 同时除掉我们两个 好给乔玉民让路 顾南烟指使我妈 在酒杯里下毒 事后 他把事情败露 就把我妈给 这是当年 顾南烟指使我妈 下药的药粉 这药瓶上 还有顾南烟和我妈的指纹 我妈妈偷偷留下这些证据 就是希望能有一天 让顾南烟得到报应 你母亲留下的一窝中 只有白色药粉 没有安神香 这只是普通情药 果然 当年毒是下在安神香里的 真正的背后退手 就是下毒之人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告诉我 顾南烟过河拆桥 把关键证人害死了 所以只能送我进去背锅 就这破药粉 能让安心吐那么多血 还是你想跟我说 这背后还有其他人呢 解夏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查出幕后黑手 一定还你不及了 说是让我来求是少办 结果就是个培训经理 谁不知道就是个光感司令 解夏 以后我每天都能见到你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我现在可是你大嫂 你少随地放屁了 还是说你想学安心 当个男小三呢 就算你跟我大哥结婚了又怎样 我已经当上经理了 马上你就会知道 我跟大哥到底谁才值得你选择 就算你当上天文老子了 我也不会看你一眼 你放开我 乔玉明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大嫂的 我只是跟锦夏打个招呼而已 别想躲鱼的事情 没事吧 走 安静下我迟早就当上陶家之主 你就算是死也只能是我 玉明 你在那发什么愣呢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妈来看看你 妈 他们让我来上班 只是给了我一个培训经理 乔玲香根本就没安好些 这不就是一个没识权的闲职吗 四小子 分明是想看我们母子孝寡 走 妈现在就带你去找他们 玉明怎么说也是你亲弟弟 好不容易进乔氏集团工作 你就给他安排个光杆司令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母子的脸往哪里放啊 好 那什么职位可以让你们满意呢 乔氏家主职位 你说这做父母的 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混出点名堂的 玉香 刚才是阿姨有点着急了 你别怪阿姨啊 老板 关于城南这个项目 是那个传闻中 浩子百亿 北城近十年来 规模最大的那个项目吗 没错 这个项目后期回报颇风 是个高回报的项目 雷香 你看 要不把这个项目 交给玉明做吧 顾夫人 虽然这个项目回报高 但前期投资也大 并且要与多家企业接跳合作 这几家企业 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难产 这个项目不好做呀 哎呦 这多大点事啊 雷香 玉明刚回国 这要是不干出一番名堂的话 阿姨 这不是派人家传你闲话 说你给玉明故意使绊子吗 要不城南这个项目 你看 谭秘书 把城南的项目 交给乔经理去做 好 乔经理 有时资料 狗都能看出来 顾南院内的母子憋着坏呢 你就这么把城南的项目 交给乔玉明哦 这次项目的合作方 都是出了名的难相处 没有门路没资源的人 是办不成的 更重要的是 最近乔家不安稳 所以 我要借这个项目 钓一条大鱼 而顾南烟母子 只是鱼钩而已 哦 原来乔总 是想当众打乔玉明的脸 然后再利用他一拨 但是 你就不怕 我告诉乔玉明吗 城南的项目 就像个布满黄金的陷阱 就算乔玉明知道真相 他也会乖乖往里跳 老狐狸 你知道这么多内幕 是不是该付点报仇 乔玉明拿到了价值百亿的大项目 但他草包一个 即使拿到了大项目 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浪费资源 不急 等乔玉明把这个项目搞砸了 我再接受 把项目盘活 这样一来 我就能在乔市 拿到更大的话语圈 二爷英明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几下 我已经和国外的维森集团签订了合同 城南的项目推进的很顺利 我会证明 自己比大哥强的 是吗 我们玉明可真厉害 离开了妈妈 也能独立行走 安几下 你一定要这样吗 哟 我怎么了 你本来就是个妈宝男啊 我只是在陈述 客观事实而已 缺缺一个百亿级别的项目 根本难不倒我 照这样看 乔市家主之位 还不是首高清了 乔经理 维森集团说我们的样品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要取消与我们合作 什么 合同都已经欠了 为什么突然变卦 可能是我们能用了项目资金 引入了低价的材料到这样品不合格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滚 哎呀 世明啊 生意场上 合作方 银石变卦 是常有的事 也不用太在意 后续的进度 我已经安排好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阿叔 这个项目要是完了 我就没办法在侨师立足 您帮帮我 哎呀 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职位呀 得来确实可惜啊 这样吧 这件事情 我就帮你一把 谢谢阿叔 我参与了 还有你什么事 这个百艺项目 马上就是我的了 老板 乔一鸣的项目果然出了问题 是二爷出手帮了他 给我盯紧他们 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是 既然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不是乔灵霄 那就要查出乔家人中 谁还在于那种 带着烫金乔色的牛皮纸袋 正好可以借乔灵霄 整治乔家人这件事 查一查乔玉明和乔二叔 真是天不亡我乔玉明 就算出了点小披露 也有人帮我摆平 二叔人还是不错的 乔将领 城南百艺项目的负责人变更了 什么 谁抢了我的项目 是乔二爷 乔志远 我只是要你帮忙解决变卦的合作方 这项目怎么成你的了 我的好吃儿啊 你不会觉得 这个市场还有免费的午餐吧 我帮你解决了问题 那这个项目 当然是我赢得的报酬啊 好啊 可为我之前还帮你当做整呗 你这么半裸劫财 已经不快折瘦吗 在我折瘦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被自己蠢死了吧 二爷 城南的合作方又出问题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已经搞定了维森集团的副总了吗 这次是他们的督查部 说我们提交的资料流程有问题 让你来抢我的项目 我该 这个项目当初怎么选的合作方 屁事真土 城南那个项目真是不好干 竟然让乔二少和乔二爷都在跟他 没那金刚钻就别懒得瓷器活嘛 我看的是他们没那本事 对 二叔 您是要去见维森集团的人 谁啊 我看 没必要了 什么叫没有必要呢 林霄啊 我看你自从当上了乔家之处 你现在说话 二叔是越来越痛 林霄的意思是说 城南的百艺项目 错综复杂 就算您去了维森集团 也保不住项目的 你凭什么认为 我就不能代表乔氏拿下维森呢 二叔 您虽然是乔氏的股东 但这几年一直都没有管理公司的事务 已经远离乔氏的权力中心很久了 您连乔氏的专属纸带都没有 更何况其他事情呢 当年我去监狱里 知识女球打掉安吉家的孩子审 用的就是这种袋子 他能打 发现了什么 这不过是小孩子提高身价的玩具罢了 这有我们 这有乔家小卑贼 除了乔林肖 那就是乔玉民 二叔 您这几年一直在修身养性 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这么伤心了 难道 这些年的淡泊名利 都是你装出来的呀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血口喷人 乔氏家主夫人 有资格说吗 有 当然 正式通知一下各位 乔总已经和维森集团总裁达成了一致 各项流程简化 加速项目的发展 从今天起 再也不需要无效加班了 好 不客气乔总 困惹了乔二少和小二爷的问题 他一下子就解决了 乔总出马 一个顶尾雅 竟然被摆了一刀 你们当成 设造我的一切 看来二叔对乔氏家主四个字格外敏感 给我盯紧二叔和孤南燕母子的动向 是 你说什么 最后是乔林霄解决了合作坊的问题 这跟当众承认你的能力不行 有什么区别 这个项目当初就是他故意让给你的 目的就是为了踩着我们母子 疏漏人心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如利用安心 让他好好恶心恶心 乔林霄和安姐下 安心啊 林霄抢了域名的项目 害得域名当众丢脸 你在阿姨心里啊 可是乔太太唯一人选 这事阿姨得让你知道啊 伯母 你搞错了吧 林霄绝不会有意为难域名的 乔林霄今天在公司 当众承认了安锦下是乔氏公司的夫人 自从上次乔家家宴之后 我就和林霄彻底断了联系 没有想到 居然被安锦下那个贱人钻了空子 林霄做的那些事 肯定都是安锦下攒夺的 我去找林霄 公司让乔林霄经营得像铁板一样 真是很难下手啊 还是要想点其他的办法呀 二爷 您不必担忧 顾南严正准备带着安心去公司 找乔林霄和安锦下算账 等到时候我们知道了乔林霄的软肋 是安心还是安锦下 我们自然可以在这方面下手 好 那我们就先坐山观虎洞 难道真的是乔玉明害了我的孩子 但当时他不是都出国了 怎么了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乔总 员工的私人问题呢 就不劳烦您费心了 安锦下 你一天不弃我是不是心里难受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痛快 但是当年除了顾南烟下药之外 还有另外一股势力下的毒 等我查出下毒之人 一定还你公道 公道 从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天开始 我还有什么公道可言 静下 我已把成难的项目给我们 害玉明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 现在是工作时间 谁允许你进来的 乔林啸 你心虚了是吧 为了巩固权力 收弱人心 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利用 乔家之主绝对不能是像你这样子的人 那乔家之主该是哪种人 乔玉明那种草包 你 伯母 你别生林啸的气了 你们都是乔家人 以我对林啸的了解 他不会对玉明不利的 除非有外人在背后屎半死 污蔑林啸 你可真是什么屎都往我上坡呀 那以后要是你爸妈死了 也是我钻斗的 静下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呀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还是说你这个人本来就鲜眼小呀 我知道你平时敏感多疑 但再怎么说 我毕竟是你姐姐呀 你怎么能揣测自己的家人呢 安心姐 我呢 目前身形多疑 我还会气你 哎呀 林啸 人家身好疼啊 很疼吗 要不要去看医生 刚刚呢 确实很疼 但现在在你的怀里呢 我突然就不疼了 静下 虽然你给了我一颗肾 但是我也出现了排一反应员 医生说我要吃好几年的药呢 我面相是扯平了 你别让林啸为难了 虽然我只是失去一颗肾 你却要吃好几年的药 您要点脸吧 林啸 安心 这是两码事 不能一概而论 我刚才字字句句 都是为你在考虑啊 这个安锦夏 到底给你使了什么虎媚手段 你为了他 能这么对得安心 伯母 你别说了 我知道林啸心里有我 他只是愿我做错了事情 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不能这么对你 你当年嫌玉明不是乔家的继承人 转头就对玉明的大哥头来送棒 丝毫不顾及安心是你的姐姐 你这破坏人婚姻的小三 我是小三 那你是什么 你当年费尽心思怀上乔家的儿子 可是你连着结婚证都没蹭到 让你的儿子当了那么多年的私生子 难怪你能跟安心臭味相逃 因为你们才是见不得光的小三 贱人 你找死 古南烟 认清你的身份 他安锦夏就是个小户小门出身的死穷酸 凭什么给我叫笑 是啊 林霞 伯母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锦夏他刚才真的太过分了 我瞧林霞做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你是不是忘了当年的事了 他安锦夏为了爬上你的床 连下毒这种勾当都能做得出来 就他这种浪荡的贱女人 我看你脑袋上迟早一天绿 你的脸皮还真是和安心一样厚 你是怎么把当年下药的人是安锦夏 这句话说出口了 这种下剑的勾当本来就是你做的 还不让人说 难不成你还有理了 当年下药的人明明是你 当年你看不上跟乔一鸣谈恋爱的我 又想要算计乔林霞 扶乔一鸣上位 所以你就设计给我们两个下的药 想要一剑双雕 但是没想到安心代替我中药 成了这场算计中唯一的变数 安心想要害我 而你想要找个替死鬼 所以你们两个就一拍结合 说我是下药人 剩我替你做了老 空口评说 你说是就是 小姐挺能降嘴的 吉夏 当年下药的人明明是你 你别再执迷不误了 只要你勇敢的承认错误 我们大家都不会怨你的 够了 谈秘书 把林一母亲留下的证据拿过来 老板 这是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当年下药的证据 你血口喷人 我才不会上你们的道 蜜蜂瓶中留下的药瓶 是你当年指使庸人留下的证据 我们通过信息技术对比 发现上面的指纹和你的遗志 怎么会这样 我当年不是已经把那个佣人给处理掉了吗 顾南烟 人在座 天在看 你的现实报这不就来了吗 安心 你刚刚把话说的那么满 现在脸打得疼吗 伯母 原来是你害我中央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安心 你就别装了吧 你个猪脑子能玩得过谁 我利用你整只乔林霄 你没有一次为老娘办成功过 原来你一直装好人 说帮我挽回林霄 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你个没脑子的蠢货 是又怎么样 整天林霄长林霄短的 活该被我算计 你算计来算计去 不就是想让乔玉明当上乔家之主吗 我告诉你 你儿子就是个草包 你再怎么折腾 你别想从林霄手中夺权 安心啊 你对乔林霄还真是情根深重啊 可惜啊 人家跟安锦夏早就双宿双飞了 也只有你还在这做乔太太的春秋大梦 你说什么 你个老妖婆 你去死 安心 你要是再嘴见 我就把你跟玉明的事情说出来 你猜乔林霄知道了 会是什么反应 真是一出狗咬狗的大戏啊 要不要我给你们打点赏钱啊 安锦夏 你也别也太得意 就算你们有证据又怎么样 我照样翻身 翻身 我看你还是去牢里的床板上翻个身 顾南烟 你明顽不灵 谭秘书 带上证据 把顾南烟送进监狱 是 我是乔家太太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走吧 锦夏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他给我下的药 都怪这个顾南烟 伪装的太好了 害你受委屈了 是吗 我还以为你应该谢谢他 要不是那杯下了药的酒 你跟你心心念念的林霄 还睡不到一起去呢 贱人 你知道我只认你下药 是为了把你送进监狱 你现在这么过 就是想让我在林霄面前出仇 锦夏 你一定是不接受我的道歉 才故意这样说的 对不对 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 林霄 你说句话呀 闹剧结束 该散场了 安心 你可以回家了 可是 好 明明知道安心给你戴了绿帽子 还没有戳穿它 而且对林鹰派的视频绝口不提 你对安心的爱 可真深沉了 你只需要知道 我暂时还不能和安心撕破脸 你忠于沉渊昭雪 关心的就是这样 说实话 这沉渊昭雪的心情呢 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 当年把我送进监狱的人还是你 你可别想让我对你感慨 玉明 千万不能放过安静夏 和乔林霄这对狗男女 还记得妈给你说过的杀手锏吗 半年前 妈给乔林霄下毒的时候 那个房间里面 是装了摄像头的 这对狗男女 在床上浪荡的样子 妈都拍下来了 当时 是因为安心跳出来 指认安静夏 这视频就没办法拿出来了 视频在哪 在妈的卧室里 有个暗格 那里面有U盘 记住 不到最后一刻 千万不能用 你放心吧 就算没有视频 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 二爷 乔林霄找出了当年顾南烟下药的证据 并且把他送进了监狱 他动作倒是挺快 乔一鸣呢 知道顾南烟入狱的消息 他就没什么反应吗 乔一鸣对乔林霄恨之入骨 并且准备对安静夏出手 好 让他们接着斗 不过 我唯一没想到的是 乔林霄包容安心 又从这顾南烟手上 护住了安静夏 我这个大侄子 他不会是两个女人都想要吧 不管乔林霄是银虫上头 还是伪装太好 您都会笑到最后 宝宝 为了查出害死你的凶手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 妈妈也会走下去 这是哪里 你们知道非法拘禁 要蹲多少年耗子吗 问几下 你居然真的单轻匹马的来了 胆子不小 那不正好入了你的愿吗 你这应该感谢我 毕竟这年头 愿意主动上钩的人质 已经不多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看来失去孩子的滋味 还是不够痛苦 滚 你这个见不得光的死老鼠 别拿我的孩子开玩笑 孩子果然是你的软肋 你为了个已经化为 一滩血水的孩子 眼巴巴的跑到这里来送人头 你可真是个好妈妈 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孩子 可惜啊 当年乔灵霄亲手把你送进监狱 孩子也在监狱里留掉了 那个时候你的老公乔灵霄在哪 说不定他就是害死你孩子的凶手 这个人有一件我怀疑的事 向我乔灵霄身上去 得跟乔灵霄有多大仇 我身边又有谁特别讨厌乔灵霄 我大哥专横霸道 你跟着他绝对落不着好 这不过是小孩子提高身价的玩具罢了 至于我们这你用不着 难道他是 小雨明 你不是知道真相吗 小雨明 给个通关话 凶手是谁 你以为我会直接告诉你别做梦了 我 安静相 你炸我 我猜的没错 果然是你 臭婊子 别他妈的得意 老子今天就办了你 既然你要做回我的女人 那就完完全全的属于我 我要你和乔灵霄离婚 乔灵霄这次来势汹汹 恐怕不好对付 不如先假装答应 在司机逃跑 你说的没错 乔灵霄霸道专横 除了有两个臭钱以外 一无事处 我早就想跟他分开了 你呢 不差钱 还比他爱我 跟了你 我也不吃亏的 算你实相 你们两个 把他放出来 把纸盒笔给他 收起离婚协议书之后 再按个手印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耍花招 这废弃地下室 还有纸盒笔 你还真是爱我 金霞 大哥心里只有安心 我才是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 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好 我们才能在一起 你们两个 把他给我看紧了 我因与丈夫感情不合 决定与丈夫 乔灵霄先生离婚 离婚后的财产分割 及其他相关事宜 皆由我方代理律师 与南方协商 你可可以吗 可以 把离婚协议书给他 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跟乔灵霄离婚 原来是想四季逃跑 那几下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谁都对你动手 你们给我打 让他掌掌迹象 说 想不想逃了 乔雨明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好就好散不行吗 你当我想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非要折了我 好去做乔灵霄的舔狗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安静夏 你不是想知道害死你孩子的凶手吗 你来好好地伺候我 就像你在床上伺候乔灵霄那样 我爽了就告诉你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你给银根猪脑的东西 你下半身迟早烂套 谭秘书 老板 你知道太太在哪吗 是不是又去文艺市了 老板 我正找你呢 太太 不见了 什么 赶快闭车 是 还有 通知今天的会议全都取消 是 你还真是不见官司不丢泪 你就不怕我让人把你打死吗 我都被你绑到这儿来了 我有什么可怕 有本事你打死我 这么想死 还不知道害死你孩子的凶手是谁 你会不会死不瞑目 我做梦都想找出害死我孩子的凶手 可是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监狱里留产的事情 不是因为你这个骚毁一出狱就跟乔灵霄搞上了 我怀疑你半年前就给我戴了绿帽子 所以我就派人去查了 那你查出什么了 害死我孩子的凶手究竟是谁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让你重新做回我的女人 这一次 我要你完完全全的属于我 你是我的东西 就算是坏了死了 也就不允许其他男人染指 吉下 伤口一定很疼吧 我给你揉揉就不疼了 嘴上说 手上却做着伤害我的事 你的爱是有多可笑 有了你我才知道 乔灵霄才是真正对我好 就算乔灵霄天天睡你 我也不嫌弃你 当初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连家产都可以拱手让给乔灵霄 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 不是好歹的贱人 既然你不愿意主动跟我配合 那就别怪我强迫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 给我老实点 你们找死 乖 我在呢 没事 老板 太太 你瞧一鸣 还是没抓到现行 他大概率还会有别的动作 给我盯着他 是啊 老板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 我们就是收钱办事 求你放过我们吧 别让他们太书 以后去哪里都要跟我报备 知道吗 知道了 好 伤口必须消毒 忍一下 有时候 我常常会想 我们两个到底算什么 你是我的乔太太 我们是夫妻 可你爱的 明明是安心啊 你确定 我爱的是安心 我也为安心 做这么多事 乔林乡 你爱的人 会是我吗 自我大哥出任乔氏集团总裁以来 乔氏长辈们 在公司就被架空了 二叔 你真的甘心吗 诶 玉明 话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公司被他一家独到 而我 就是志恒大哥的最佳人选 与其跟乔林乡斗来斗去 不如扶持乔玉明上尾 这个淘宝根本不足为惧 到时候 乔家之主不还是我的 之前呢 因为城南那个事情 我们有过摩擦 你知道的 合作嘛 最忌认的就是 相互猜忌呀 我们虽然有过一些小摩擦 但为了我们的目标 我相信我们可以消除城建合作 共赢 他说 如果您愿意动员其他股东来支持我 等我取代大哥 我愿意与您共同管理公司 好 你想怎么做 老板 乔一鸣和乔二爷最近有动作 他们大概率少坑你啊 这两个人 平时各有各的算计 牟利的时候倒是团结得很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话 老板 你现在说话 怎么跟夫人一模一样啊 一样的鲜酸 一样的妙语连住 没事就出去 还是有事的 我们身忘了乔二爷 方新半年前 他们家古宅的活动方案 是由他介绍的公司生办的 他们完全有机会 更换古宅的所有设施 包括安神香 这是当年更换安神香的负责人的证词 由此证明 半年前 给你下毒的那个人 就是乔二爷 是时候 解开所有真相 之前 监狱里的事情你们办得不错 这次再帮我办件事情 价钱好商量 这次多亏了半年前那个男的 愿意出高价 让我们往乔氏的建筑材料里 加点佐料 有人要害乔氏 是冲着乔林萧去的吗 这两个女人的声音 怎么这么耳熟 自打钻出狱 整天的卫生就发愁 这下钱的事就不用操心了 就是呀 你怎么在这儿 得罪了上头的人 就是这个下场 连了好几个月 吃了上顿没下顿 吃吧 你们这次受钱害的人 正好是我丈夫 你出狱之后竟然混得这么好 竟然能嫁给乔氏提团的总裁 一句话 你们愿不愿意出面作证 帮乔林萧把事情解释清楚 当年你不计较我们害你流产的事 还在我们饿肚子的时候给我们饭吃 这次我们说是没得帮你 乔林萧 上次你从乔一鸣手上救了我 这次就当我怀你的人情 老板 突发事件 有十多家主流媒体同时报道乔氏 使用质量不达标的材料 网上舆论已经压不住了 网友已经在怀疑您的业务能力了 老板 董事会要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要突然发难啊 幸亏我们上周做了准备 已经将材料送去检测了 只要今天质检报告一出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质检部门在郊区 往返需要三个小时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啊 来得及 现在三点 董事会六点接触 你马上去郊区去质检报告 务必在六点接触上 我已经联系了相关部门 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 如果确实是建筑材料的问题 我会公开道歉 但是 如果有人给乔氏泼脏水 那我 绝不顾虚 建筑材料已经出现了问题 还能有谁泼脏水 这次的事情可不是小事 除非你引咎辞职 否则 仅凭道歉 是无法挽回乔氏的声誉 乔氏 此次遭遇信任危机 正是人心不稳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更换领导人 那对乔氏 只会有害无益 更换公司领导人 同时又不会引起 集团内部混乱的办法了 也不是没有啊 什么办法 乔总 不妨说来 大家听听 乔氏总裁的人选 可以是北城乔氏孙辈的另一字 乔 乔 乔 怎么选了个草包来做我的对手 你看 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乔氏 乔凌香 你的伺服不想 还有心思把乔 安紧乔 这招之后他没跟你在一起 不愧是听说你要垮台了 连夜逃跑 这种小事 没必要告诉他 乔凌香 等你倒台以后 我会继承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女人安紧夏 等我把她玩腻了 就会把她送到叶总会去 让她好好发挥一下 伺候男人的本事 你再敢提起一个字 信不信我让你 永远看不了 我说错了吗 安紧夏他一个不伺候男人就浑身难受的婊子 我把他送到叶总会 那是对他的奖励 乔玉明 你 这是董事会的紧急会议啊 有什么私人恩怨 你们兄弟两个回家再解决去 大哥 你这么胸有成竹 是在等你那个秘书把建筑材料送检吗 可惜啊 普通的检测 怎么照应得有一周才有处理结果 加急要三天 让我看看 现在是五点四十五 大哥 你还有十五分钟 难不成 你的秘书能给你变一份调查报告吗 哎呀 林霄啊 如果 你在董事会紧急会议结束之前 还不能得到各位董事的信任 那 你这个总裁的位置 就要 灭住啊 乔玲霄 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赶紧挪窝 把集团总裁的位置给我让出来 敢动我安锦下的男人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 你这个女人 当初嫁给灵霄果然是别有用心 现在 居然还要干涉我们乔市高层的局 我非以为你们这对狗男女大难临头各自飞 既然你来了 那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我怎么把你选的男人踩在脚上 小玉民啊 你长眼睛是为了凑集我 没看见我身后两个大活人吗 他们俩是关键真人 这两人是从哪个鸡脚膏里冒出来的 别以为你随便找两个演员就可以蒙昏过关 就是这个男子 只是我们俩往工地的建筑材料里 掺入一些影响建筑材质的化学物质 说即使这次没有成功 新盖的楼塌了 他也一样能上位 小乔总 这是真的吗 这两个女人说的话不能信 所以皮子一碰的事 造谣谁不会 既然他死丫子嘴硬 把证据拿出来吧 你们去工地往桥市的建筑材料里加点东西 只要你们把这件事犯好 价钱不是问题 你们怎么会有录烟 我们两姐妹当时就怕事发 你把我们推出来挡枪 所以才留了这一手 没想到在这儿派上了用战 你们可真是安检下的两条好狗 别忘了 半年前是你们亲手害死他的孩子 这件事你也逃不掉 当时就是他指使我们殴打你 才导致你流传 杀死我孩子的幕后主使 果然是你 你故意留下乔家指代的线索 就是为了把我的事情引到乔林消失 是我要怎样 我就是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互相遵合 可惜啊 你没能如愿 不过呢 我还是得感谢你 要不是因为有这场误会 我这个婚呢 还结不成呢 乔玉明 你为了夺权 连乔氏的声誉都可以不顾 我绝不同意 你这个败类 当上集团总裁 我没有 是他们污蔑我 林记者 刚刚乔氏集团会的内容 你都听见了吧 听清楚了 这次乔氏集团造假事件的真相 我会在今天的新闻头条中报道 你再来之前就拨通了记者的电话 这样他既是人证 还能帮我成听 少一点就能当上乔氏集团总裁 为什么会这样 自从你这个女人来了 只好一切都变了 都是因为你这个死女神 要掐他 宝兵 将来主出乔氏 主出乔家 我是乔家的二少爷 未来的乔家之主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二叔 您年纪大了 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凭什么撤我的职 乔灵霄 你究竟有多大能耐 我们还不知道 敢叫我二爷做事 那我在你们眼里 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是被别人算计了 还傻乐的人 闭嘴 蠢虎 你是说 当年在顾南烟背后 给我下毒的人 是你们 乔恋笑 你不要血口喷人 当年 承办乔老宅策划活动的公司 是你的人 他们将我的房间的安神箱 换成了有毒的 害我差点死 这是他的证词 好了 二叔不用办离职手续了 可以直接移交警方 原来是这一点 怪不得我当年离开的时候 昏昏沉沉 可是我走的嫂 她却吸入了过多有毒的香 接下来 由我继续担任 乔氏集团总裁一职 各位 还有意见吗 刚才都是误会 我们怎么可能 不支持丑总您呢 那好 今天的会议 愉快地结束了 散会 老板 现在是五点五十九 还有一分钟散会 之前报告我拿到了 这件事 夫人已经解决了 你去休息吧 不愧是夫人 这么快就解决了 厉害 安心 跟我过来 你不是被赶出桥家了吗 有什么事就快说 别耽误我时间 桥家过几天要开庆功宴 你去吗 又想拿我当枪使 你们母子当我是傻子吗 你再不去 安几下就把桥太太的位置坐稳了 我就问你 真的甘心吗 既然真相都已经水落石出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离婚了 你还想跟我离婚 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你可是乔家之主 有这么多的好姑娘都排着队等着你 你为什么飞机肉果不放呀 太太 老板当年终要昏迷了半年 她醒来后 您入狱的事 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接近安心小姐 也是为了把她当活靶子 模糊幕后主使 乔志远的视线 这些年 她爱的人 一直是您啊 你 乔一鸣和安心见面了 丁锦他们 是 乔灵霄 或许我真的可以使着 接受你 贱人 你别以为我不去找灵霄 你就能在乔太太的位置上 高久无忧了 真有意思 这年头 当小三都这么顽强的 灵霄把你的身换给我 为了我跟你结婚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灵霄到底有多爱我 我劝你尽早把乔太太的位置 让出来 要不然到最后 丢人的只能是你自己 是吗 那我可真得小心一点 不然我到时候太丢人了 要悬梁自尽呢 无聊吗 好戏 马上就要开始 我都等不及了 希望乔雨鸣 不要太让我们说 灵霄 我刚刚是在跟锦夏说 说你工作忙 让他不要总是打扰你 可他偏不听 锦夏就是这样 小孩子脾气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怪他 哦 我倒觉得 这样挺好的 灵霄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知道 你心里有我 我们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好不好 安心 你对锦夏做了那么多事 为什么还没有半点愧疚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 我能有什么错 我做那些事 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灵霄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你简直无可救药 灵霄 这个安锦夏可真是造孽 活活拆散了一对有情人 关于最近的不实传闻 我想告知各位 我与我的妻子结婚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我爱她 请在场诸位牢记这点 否则 乔氏集团的法务部 会随时想传播不实言论者 递出律师海 原来安家大小姐安心才是小公 让自己家大业大 竟然在安锦夏造谣 太不厚道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林香 你爱的人一直都是我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安锦夏 她到底是怎么迷惑你的 安心 别再随意去摘我的妻子 安心 你现在 是不是特别丢脸 想要悬梁自尽啊 安心 就这 看来想让乔灵霄和安锦夏遭报应 还是得靠我 各位 请看这边 这不是乔家被扫地出门的二少爷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今天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向大家揭露 乔家支主乔灵霄和他的妻子安锦夏的丑事 半年前安锦夏还是我的女婿 看看 乔灵霄就和她滚上了床 我和她分手之后 猜测无意间得知 原来他们早有奸起 乔灵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竟然不顾血肉之情 就把我捉出了乔家 这乔家两兄弟还玩得真花呀 竟然同事一个女人 既然你们害得我一无所有 那我就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 乔灵明这条疯狗 果然没让我输 你就喜欢玩这些刺激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对肩肤淫妇在床上到底有多浪荡 不光这里 北城其他地区也会同时播放 你们在床上浪叫的样子 马上就会公之于众 疯女人你干什么 蜘蛛 蜘蛛 我要被你害死了 不许看 全都不许看 这怎么回事 我只是把你这些卑劣手段 用在你自己身上而已 乔玉明 因屡次损害乔氏形象 自今日起 我出没了 不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不能被竹竹被吵 这些狗男女 我跟你们拼了 带下去 乔总 您的爱心午餐来了 让我来尝尝 你的手艺怎么样 一般妈妈 也就五星级大厨水瓶 哪里学的 真贫 今天怎么这么乖 又有什么事情要我做 其实 是我妈妈的事情 当年赵世人开车 撞死我妈妈之后 就人间蒸发了 这很有可能是 安家人安排的 现在 害死我们孩子的凶手 已经遭了报应 我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把 害死我妈的安家人 绳之一发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爸 妈 婆婆 乔鱼鸣的视频 已经穿遍整个北城了 林肖一定是因为这个 才选择安锦夏 那个贱人的 这下我还怎么当乔太太啊 欣欣啊 你别着急 我和你爸 一定想办法 让安锦夏 从乔太太的位置上 撵下去 为了安家 安锦夏 必须除掉 乔太太的位置 只能属于安心 我们在一家赌场 发现了赵世人的踪迹 真的吗 那我马上就能让安锦夏 付出代价 喂 林肖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秦远你跟锦夏是真心相爱的 妈 我就应该祝福你 妈 你能带锦夏回家一趟吗 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她的事情 大家一起吃个饭 我想亲口向她道歉 好 周末我带她过去 这一天就是个鸿门宴 你为什么要答应 这次 我刚好能探探安家人 对我妈那件事的口风 放弃 有乔总保家护号 我能有什么危险的 你还知道有我保护你 我每天这么勤肯地为你服务 却连强力都没有 一会还有重要的事 先忍忍 锦夏 菜都做好了 就等你们了 快去屋吧 安静夏 你让我成了整个北城的笑话 现在我要把这一起 加倍还给你 吉夏 我特意找人按你的口味调了这杯酒 你等下试试 最近这几天 我们家欣欣一直很愧疚 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况且 在你小时候 我们也确实做得不对 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跟你道歉 金夏 以前的事 对不住 那我妈在安家打雷工 就为了一口馊饭的时候 你们也觉得愧疚吗 是 把我当安心的雪包 这里啊 把我像狗一样 关在货院 不让我出去的时候 你们 也觉得愧疚吗 你这是 想对我夫人做什么 当然没什么 金夏 今天晚上 我们是真心向你道歉 所以 那些不愉快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那对你们安家人来说 什么是愉快的事 是安心 成为乔太太吗 可惜了 这不可能了 金夏 我今天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也是真的为过去的事情 感到抱歉 要是你不原谅我的话 我就一直喝酒 喝到你原谅我为止 欣欣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是安心下她 不领情 你不要为难自己 林秀 欣欣平时最听你的话了 你快 快帮我劝劝她 安心下 这毕竟你和欣欣是一起长大的 她是你姐姐 你怎么能看她自伤呀 那既然安心姐这么诚心的跟我道歉 你的心意我就领了 来 爸 我有点不舒服 适配一下 是的 关键是个掉帘子 算了 这件事有她没她都一样不成功 我也有点不舒服 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 好好好 你要不舒服了 你上去睡一会儿啊 老公 那我上去了 你要听话啊 去吧 灵霄啊 你到底为什么要和安心下结婚啊 那是我们家欣欣不好吗 在你昏迷不醒生死不知的时候 那我们家欣欣可是照顾了你半年呀 安女士 我现在是醉了 我是死了 你觉得这样的话能够让我回心转意吗 我跟你说啊 安锦夏他妈那可是个勾引男人的荡妇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就不怕他给你戴绿帽子 妈 别说了 灵霄和锦夏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还是祝福他们吧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欣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保姆过来跟我说 说锦夏在楼上和咱们家司机 我说不下去 我就知道 安锦夏跟他的当妇妈一让 那机会就偷人 云霄你看到了吧 以后你可得擦亮眼睛 千万别找这样的女人 安锦夏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她在哪 带我去 恼火 偷人都叫得那么欢 真是小男人想疯了 看来 戴绿帽子的人 好像不是我 李香 让你奸笑了 你 你个贱人 你不过是我花钱买了的奴婢 你竟敢在我眼皮底下偷人 我看你是昏腻味了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 刚才 你不是说 是安锦夏在这里和司机偷情吗 为什么房间里的人变成了我爸 安心啊 你们科奈佣人 这些安家老佣人 老都对你 是你和这个保姆联合起来 害我爸 你有什么不满 你可以助我来 为什么要对我爸下手 你这别着急啊 我处理完你爸呢 下一个就是你了 你这个杨不淑的门 我们安家 供你吃供你穿 我到底哪里听不起你了 你们安家人的脸皮 可是比猪皮还厚 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 就把今晚的真相给我剃出来 我说我说 安心说今晚你会等我 让我九点在床上躺着就行了 还有安展堂 他跟那个猫早就混在一起了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陷害 只是我一时色心上头 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辛苦了 把他给我架稳一点 不了解安展堂的呀 他根本也打得这么放肆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我刚刚在餐桌上问你们问题的时候 就把我的那杯跟安展堂的杯子换了一下 他喝的呢 当然是你们下过药的那杯酒了 现在呢 我给你们一个认错的机会 要是你们不想安展堂听听的事情 闹得北城人尽皆知的话 就把我妈死亡真相说出去 苏丸那个贱人 他是被赵世人撞死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懒得跟你理论了 你们只要知道 你们见我妈 我早晚能走 老板 夫人 当年的赵世信息已经找到了 当年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当年我喝了点酒 也怪苏丸他倒霉 我开车就把他撞死 你放屁 你在安家当了那么多年的厨子 谁不知道你久经过呢 你最好给老娘说实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属于非法监禁 赶快把我放了 要不然我告诉你 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 你现在落在我们手里 还是先考虑一下自己 我才不相信一个女人敢打我 我才不怕呢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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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当年欠的赌债太多了 还不起了 安展堂就跟我说 如果我开车 能把苏丸给撞死 他就帮我还赌债 还花钱 帮我远走高飞 这大金链子 大金表都戴上了 这几年过得挺滋润啊 没少向安展堂要钱吧 你帮我做件事 我就让你不死 跟安展堂说 你钱要赌完了 约他见面要钱 可是我 我 我什么我 来 电电话 喂 安展堂 我钱花完了 再给我五十万 我前两天刚给了你二十万 这么快就花完了 你再这样下去 咱们就同费一起 安总 别着急嘛 我借贖了 我支持最后一次 我拿到钱以后 我就出国了 再不回来了 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都是我最后一次这些 那行 我这次要现金 来旺角酒店停车场找我 不行 来我安排的地方 蓝椒废弃的光源大厦 他 他不听啊 安展堂着这老狐狸 可能察觉到我们的动作了 所以他早就准备了对策 不如 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这个挂不住裤刀的钟马 那不是你 我们怎么会被安静一下 看笑话 要不是安静一下算计我 我怎么可能把偷人的事 摆到明面上 好了 这件事情先过去 乔林轩最近在追查赵世人的下落 我猜 肯定是为了调查当年所晚的事 什么 肯定又是安静一下那个贱人传逗的 我看他接近林霄 就是为了让林霄替他办事 别再提那臭小子 要不是他帮忙 我怎么可能被安静一下算计 爸 难道我等了那么久 瞧他家的位置 就这么算了 欣欣啊 你可是咱们安家的大小姐 不管什么王子皇孙 都能配得上你 你放心 爸肯定给你找一个 比乔林霄 更有钱有势的男人 他们既然在调查当年苏婉的事 那就让他们在这件事上 吃点苦头 喂 安展堂已经上钩了 务必水送车辆 保证夫人的安全 安展堂 狐狸尾巴终于藏不住了 说吧 这次约要费 死丫头 都被绑到这儿了 还不知道害怕 你信不信 我让你就来不回 是当年开车撞死我妈的 那个肇事人吗 你怎么在这儿 老子替安展堂办了件大事 今天来找他要钱的 对呀 还有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你 你妈的死 也是我一手操办的 哈哈哈哈 就知道是你 南展堂 我妈对你唯命是从 你为什么要害死他 很简单 就因为她听到 不该听的 妈 我好害怕 林霄她醒了 发现那天晚上 跟她在一起的人 不是我 而是安吉夏 我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 你和林霄都中了药 我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让苏婉 拖火撞死在你面前 安展堂 这个人中渣子 狗中败类 有活该被我算得到死 死丫头还敢骂 你不是想要钱吗 只给我删她 一巴掌五万 去 这 这 停呀 死丫头 还敢嘴硬吗 安展堂 你就这点本事 你这次 怎么不找 小明霄给你生腰了 跟你妈一样 见了有钱的人就巴结 我不得 二十年前 是我强迫了苏婉 很对不起她 让她白白挨了 这么多年的妈 哈哈哈哈 原来当年 你并不是出于好意 把我妈妈留在你身边 也就是想把她 锁在你身边 好掩盖你的罪行 我妈在人前受尽屈辱 而你 却博得了一个 负责任的美名 安展堂 你真是好算计 哈哈哈哈 你当然不知道 苏我年轻的时候 多么的迷人 安展堂 你这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你很生气是吧 谁让你算计到我的头上来 我能让你母亲消失 同样也能让你消失 等我出去了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还想出去 你个逆语 先把你一层屁的说 疼不疼 能知道我妈妈死亡的真相 挨几个巴掌算什么 按展堂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你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蠢货 我今天被你绑到这 本来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表演而已 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安家人 害死我妈的真相 你不是想要钱吗 搞定他们 我给你五百万 呸 你这样的人渣 连我这种人都看不起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真以为 你妈的死 是她开车撞死的吗 混蛋 那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想知道 来 过来 我告诉你 你妈妈如果在 她不希望你涉险 没关系的 我妈妈的死 是我唯一的心结了 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一解决 以后 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你别动她 到头来 还得栽到我的手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真是个孝顺女儿 那我就告诉你 赵世仁这个怂包 当年开车撞了你妈 自己跑 还得是我呀 琴手掐死了你妈 哈哈哈哈 你是说 我妈是被你活活 掐死的 哈哈哈哈 是有怎么样的 安占她 你这个王八蛋 我一直以为 这人是我杀的 你给我闭嘴 我骗你又能怎么样 真想救她吗 那就把乔家 所有的资产 转到我安家的名下 可以 还要把这监控探头 都给我砸碎 那是你乔家 辛苦打下的经验 不要为了我 严育了这个人渣 闭嘴 严育了这个人渣 闭嘴 我答应你 哼 这个乔灵霄可以啊 看来是真爱啊 这种男人啊 我们欣欣不要也罢 反正乔家的财产 马上就到我安家头上了 哈哈哈哈 他没说 马上把自材 啊 是吗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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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 没事了 没事了 摄像头的内容 我已经交给警方了 安斩堂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虽然捅安斩堂一刀 但属于正当防卫 不用负刑事责任 其实 你当时会躲过去 已经早就知道后面发生了一切吧 你捅了他那一刀 其实是为了报复 故意的吧 小总 安斩堂虽然进了监狱 但安斩好歹也是乔氏 多年的合作伙伴 您突然制裁安斩 闹得有些难堪吧 安斩人品德败坏 和安斩合作 不会有好下场 迟早会祸及乔氏 三个月后 我要让安斩 在北城除名 老板 夫人要是知道 你为他做这些事 一定会高兴的飞起来 这点小事 没必要让他知道 年轻人 稳重点 此从你爸进了看守所 那乔林肖这小子 趁机控制了我们安市 现在 又连宅子 也得拿出去顶押还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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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妈妈 小林肖安斩下去的狗男女 还没有遭到报应 怎么不能倒下 谢谢 安斩下 去死 安斩下 你去死吧 原来你这个贱人在这里 我告诉你 我可是 枪式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让我老公弄死你 把你连一个身影 割下来 我是不是忘记 告诉你了 你肚子里面的 根本就不是我的肾 我的两颗肾呀 它还安安稳稳的 搭在我的肚子里头 不可能 我要抛开你的肚子 你的肾都是我的 梅云 都是我的 放开我 这几天没劲 受什么刺激了 把它带到精神病科 检查一下 放开我 安斩下 刚刚那个人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你看错了吧 你说 我们结婚之前 是不是少了什么环节 哦 你说的是那个 缺少了一个 送彩礼的环节 你可是乔氏总裁 这彩礼 多少也得一个亿吧 按锦下 你一天不气我 你就不开心 是不是 那老公 你说缺什么环节呢 缺一个 洞房花烛夜 大白天的注意一下 好巧呀 你们也在这 他们 是我请来见证的 我们结婚之前 缺一个求婚 从今天起 我要遵守以下三条爱妻事业 一 家里的事情 全凭老婆做主 做个暗示回家的七管言 二 将家里的所有的钱 都交给老婆保管 将公司的所有财产 转移给老婆 三 老婆的话是天 为老婆的话是尊 绝对不违抗老婆 既然是人 乔林乡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但是每次她问我 我还要好 我看不见 when I see your face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because you're amazing 叭